500多块钱的复古迷你电视 值不值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参数已经都写上了 这里可以看到分辨率是640x480 这个分辨率一般般 不过它是一个3.5寸的IPS屏 那也还行吧 居然是一个安卓7.12的系统 呵呵 安卓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 CPU有写啊 等下查一下这个CPU是什么情况 还有GPU DDR3 2G 这些参数看着还是可以的 你看有16GB的记忆体 这是不是真的呀 好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遥控器 说明书 诶 是一个橘色的复古造型啊 诶 这个东西啊 感觉似曾相识啊 就跟我之前 买了那个给我小弟的那个差不多啊 就多了可能一个HDMI的一个口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背后可以看到啊 这两个USB呢 应该是插鼠标 或者是游戏手柄啊 这里有一个TF卡的插卡口 这个呢据说是支持120GB的 那它的拓展性还是很不错的啊 nice 这里就是最关键的啊 多了一个HDMI的口 那也就是它真的可以变成一台电视 来显示别的画面啊 好 我们现在先给它开个机 这个地方呢可以旋转 两个地方都可以旋转啊 那么插电 哦 马上亮了 TG800 这个分辨率感觉看着还可以啊 开机的时候呢有点慢 开机了 首先我感觉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风扇 应该是有风扇的啊 它在转 哦 看来它这个系统啊 是消耗热量比较多 所以说它需要装一个风扇啊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它 不能触屏 这一点有点不太好啊 但是它送了一个遥控器 遥控器还得需要我们自己加的电池 哎 那现在我们可以左右移动啊 首先看一下 这是电视直播 视频点播 体育专区 这也是应用 哦 底下还有一个妹子 这个妹子 跟我说这是我的游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妹子 选进去是什么 是游戏啊 哦 需要连网 我们可能需要先给它连一下我们的WiFi OK 应该是可以顺利的连接上啊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连上网络了 可以点这个设置呢 可以看到 还有天气啊 它是一个广 广原式的天气 感觉这个电视里面呢 应用很多很多 先过一遍吧 先到我们的游戏里面 看一下有些什么游戏啊 这都是小机模拟器里面的游戏吧 看 哦 这不是 这还有一个下像棋的 我们返回到更多里面啊 更多里面好像是非常多的内容 你看 这里有系统的应用 宽带播放 媒体播放器啊 媒体中心啊 这个图库啊 闹钟啊 都有啊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 像什么QQ音乐啊 小机模拟器啊 腾讯视听啊 都有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直接放电视啊 我说的是电视 就是电视节目 好 电视直播 好像它只是一个APP 那通过无线网络 可以 看电视 看到没有 CCTV一卡呀 这个分辨率还可以啊 你没说还挺不错的 声音上大了 有那味儿了 哇哇哇哇哇哇 下一个台我们换个台 好换台了 四川台 这个四川台怎么还是 一个4比3的比例啊 不对 再换个台 这是什么台 山东卫视啊 湖南卫视的电影频道 可以 那就说明它真的可以看电视 没有对不起它这个电视的造型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功能啊 像这个小机模拟器它能不能玩呢 那我们现在点开小机模拟器 可以耶 我们去下一个游戏吧 下一个CF FC的游戏 这个小机模拟器最近好像受到了管制 导致于它这个资源老是会跳掉 没有 看一下角色扮演游戏 哎呀 这有点可惜啊 本来是小机模拟器下载 然后这边我们连一个手柄就可以开始操作了啊 但现在它不行 我们往后拉一下 这里呢有一个沙发电台 小机模拟器提起我们更新了 安装一下吧 先看一下它能不能行 而且可以看到这是一个TV版 TV版的话也就是它默认是运行的这个电视盒子的版本 小机模拟器已经安装好了 那可以真正的游玩游戏了 我们现在试试看 OK 我发现我直接插上手柄之后呢 它连接上了 我们看 用手柄可以操作了啊 我们先去下个游戏 下个 这个 FC的游戏吧 超级马力 OK 声音放大点了 这个感觉瞬间就来了 哇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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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它可玩性就高很多了 我们现在下点更加厉害一点的游戏 它自身呢是带了16GB的内存的 所以说 没问题 这个 CPU好像有点不太行啊 解压现在才37% 已经过了十多分钟了 所以说它这个CPU性能有点堪忧 我查了一下啊 这是一个四核的2GHz的一个CPU 四核2GHz 而且这个CPU呢通常都是用于电视盒子的啊 所以说它用那个电视盒子的CPU没有错啊 好我们现在在等待的过程中呢 用它来当下我们的显示器来看一下啊 OK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它有显示了 看 可以看到已经能够显示我们的电脑桌面了 就是有点不太稳定 自己在播放啊 它这个声音有点奇怪啊 站定一下 首先啊有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连接非常不稳定啊 这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而是它这个显示器的问题啊 播放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电脑和这个显示屏呢 它连接上有问题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说不能绝对的怪它 那么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它的游戏功能吧 好我现在呢已经进了这个PSP的古惑囊了 看一下这个过场的动画没有问题啊 好 New Game 包括这个手柄的震动呢 它也是可以给我们反馈了 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 有点卡 有点卡 骑老虎先去骑老虎 小心点小心点 卡针了 现在是卡针了 现在是卡针了 哎呀 说明呢它这个游戏性能比较弱 只能玩点小游戏啊 像PSP这种一百多兆的游戏呢 它已经运行的很吃力了 所以说游戏性能一般吧 OK 就是这样一台 哎 这样一台很可爱的 价值五百多块钱的 电视盒子 哎 算是个电视盒子吧 然后加一个显示器 这样的一个电子设备大家觉得值得吗 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哦 拜拜